在病床上吃着亲友送来的牛排龙虾 大同区域知名角头吴明达 手上还抱着纱布 就是因为今年七月 在三温暖门口遭到枪击 没想到出院隔天 他就被检警再度发动搜索 原因是防害秘密案件 更在手机中插扣多段不牙影片 女主角是他的前女友 两人分手后闹上法院 这名女子本身来头也不小 她以殡葬业起家 现在则是经营人力公司 成名作就是这个 竹联邦名人会春酒 170名旗袍美女列队迎接 闹出不小风波 就是由她负责安排 周刊报导 她是在2011年认识对方 后来进一步交往 前年因为发现 吴明达的手机有多部影片 除了自己还有闺蜜 吴明达的手下的前妻和女儿 两人更因此发生争吵 她也指控吴明达和她的前男友 还会交换影片 威胁要散布影片 让她身败名裂 对此吴明达否认 有做过这些事 强调前两次搜索 检方都预令吴宝请回 表示这些影片 都是两人合意下拍摄 并非偷拍 她也指控前女友 曾在她被收押后 宏信出墙 如今双方各说各话 持续对簿公堂 并非偷拍摄 我军官也太不得了